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夜深,我和老公下正准备就寝, 听见对门有人敲门, 对门住着独居的婆婆, 我急步门口,从门径看出去, 一个穿着白衬衣, 肩上搭着西服的男人, 有点站立不稳地拍打着婆婆的房门, 光光,房道门太厚, 她拍着,向小孩弹脑刮崩, 没啥回想,夏征也走过来。 傅在我肩头看过, 男人嘴里嘟嘟囔囔地喊着, 夏花,我们谈谈。 啥情况,婆婆单身, 目前好像有一个叫梁生的在追婆婆, 早请是晚会报的,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有必要介绍一下,婆婆, 四十六岁,未婚,从未结婚, 是夏征亲妈, 却不让夏征叫妈, 要叫长姐, 所以,我们家长姐是婆婆, 开始我不习惯, 但咱是后来的, 也管不了啊, 入乡随俗, 就跟着叫呗。 从老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 我复原了故事, 始末, 婆婆年轻时, 未婚先孕, 又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知识, 肚子大了, 还不敢告诉父母, 最后, 独自产子, 那个男同学听见婆婆, 怀孕就吓跑了, 转学去了外地, 婆婆被迫退学当时, 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 婆婆被父母打个半死, 但她紧紧护着儿子, 后来, 她给儿子取名夏征, 跟她姓, 希望儿子堂堂正正, 婆婆天天生活在吐没星子里, 衣服没穿破都被指破了, 姥姥做主, 让婆婆和夏征姐弟相称, 省的大家白眼, 虽然那个年代没有网络, 但这事也会光速传播, 夏征走道, 哪都会有人说, 看, 这就是老夏家, 那个没爹的孩子, 婆婆不想儿子也遭受非议, 带着她来到到省城, 现代化的都市, 更具包容性, 婆婆在一个医药公司, 找了份销售的工作, 底薪不高, 提成高, 而且, 时间, 灵活, 她还可以带着下征跑业务, 老公现在还对小学前的事记忆犹新, 婆婆有时候背着她, 有时候牵着她, 我想任何一个善良的人, 都不愿意拒绝这姐弟俩吧, 老公说, 婆婆足足做了十年销售, 挣了很多钱, 然后成立了一个要卸销售公司, 自己当老板, 我和夏征结婚的时候, 婆婆已经是本市之名企业家, 她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 活成了人生赢家, 是不是很励志, 一直单身的婆婆, 让众多男人羡慕那追求者, 乌洋乌洋的, 年轻小姑娘都比不过, 真的, 我爹就是众多追求者之一, 婆婆说, 咱俩没戏, 你就别费辣了, 倒是你女儿李十一我喜欢, 做我儿媳如何, 我爹说他也是看着夏征长大的, 所以, 放心地把我嫁过来, 我怀疑亲爹贼心不死, 曲线救国, 这里, 要偷偷说下夏征一米八身高, 皮肤白皙, 阳光灿烂, 我和他因为父母, 也认识好几年了, 亲爹追他妈的时候, 我俩暗渡陈仓, 就差一个光明正大的时机, 婆婆一语重地, 单身的女人很多, 但像婆婆这么受欢迎的, 少见论样貌, 婆婆长得不年轻, 也不算好看, 还不爱笑, 要不是名牌傍身, 吊在人堆里, 找不出来, 真的, 人家企业家, 都是霸气外露, 婆婆, 似乎底气不足, 因为底气不足, 反倒让她, 看起来平易近人, 许多, 这是大家喜欢婆婆的原因吗? 婆婆每周都能收到, 鲜花, 玫瑰, 百合, 勺药, 知道我喜欢, 悉数拿回送我, 置身在花的世界, 花的海洋里, 我笑嘻嘻地说, 这是给您的呢, 婆婆扫了一眼花, 不喜欢, 我凑上去, 那您喜欢啥? 喜欢你和夏征开心快乐, 听听激动不激动的同时, 也让我做儿媳的汉颜, 为上段对婆婆的真实描述, 嗯, 汉颜, 我和夏征探讨, 长姐, 为什么不结婚呢? 喜欢单身, 我很好奇, 我爹条件就不错, 婆婆都没看上, 她没说过,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印象里, 交往没有超过半年的, 我恶然,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我脱口而出, 长姐是流氓, 呵呵, 女的忙啥呀? 也对, 那是徒财, 我小心斟酌着字眼, 不等老公回答, 我自己就否决了, 别看婆婆普通, 不普通的点事, 婆婆赚钱厉害, 举个例子, 很多医院的医疗设备 都在婆婆这里采购, 行业内都说, 婆婆火眼金睛, 世界各地, 上千个品种, 婆婆进口的 无论性价比还是实用性, 总能一炮打响, 给医院带来收益, 国产的也一样, 只要婆婆相种的就不愁卖, 有许多厂家生产之前, 先来请教婆婆, 和婆婆论证, 前景, 我至今都不明白 大学都没上过的婆婆 是怎么做到的, 这要是把婆婆追到手, 算不算取回了个财神奶奶, 所以, 一个个有形有样的 小鲜肉, 老辣肉, 前妇后继, 人生感悟, 女人, 要是优秀, 就不缺追求者, 和年龄无关, 和样貌也无关, 你若盛开, 蝴蝶, 自来, 看, 眼前这位, 都追到家了, 话说回来, 能追到家, 一定交情匪浅, 婆婆, 这么多年, 不接受礼物, 不接受钱财, 也不给人, 难堪, 更不会, 把男人带回家, 我对着门径窥视, 看着好像不错, 大高个他背对着我, 白衬衫, 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他, 完美的身材, 婆婆, 怎么不开门呢, 不开一定有不开的道理, 我得搭把手, 啪搭, 我打开门锁, 先生, 扰民, 男人转过头来, 面旁有棱有角, 那眉眼, 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 因为酒精的作用, 他眼神奕奕, 一拟神魂颠倒, 瞬间明白婆婆不开门的原因, 怕沦陷, 怕凌乱, 绝对怕自己把持不住, 男人对我扬了扬手, 抱歉, 他抬起眼睛, 看见了我身后的下征棱住了, 一顺不顺地盯着老公看, 好像身体不支, 顺着门慢慢地坐了下来, 似乎走了很远的路, 终于找到了驿站, 侧隐之心上头, 我静上前帮他扣门, 婆婆, 你就收了吧, 真的是个帅哥呢, 门无声地开了。 我断定, 婆婆就在门口, 男人没有说话, 默默地看着老公, 婆婆慌乱地关上我这边的门, 把我和夏正关在门里, 说了一句, 李十一睡觉, 婆婆直呼我名字, 一定是生气了, 可我是好心啊, 我对夏正吐了下舌头, 一脸八卦地听着对面的动静, 看年龄应该比婆婆小, 没事, 现在, 流行姐弟恋, 轻声对老公说, 这个比梁生强多了。 夏正眉毛促起, 看都没看我, 送来一个字, 滚。 我不乐意了, 怎么就滚了梁生, 不是也在追吗? 夏正不搭理我, 静止笨卧室, 我紧跟其后, 拍着他后背说, 那个梁生, 有点像骗子, 不如这个。 我说的是真的, 据说姓梁的是, 搞摄影的, 天南地北游山玩水, 认识婆婆后, 金盆洗手, 风印称晨, 说婆婆是她一生的风景, 搞摄影的都这么文艺吗? 她开了个公司, 想做婆婆的分公司, 婆婆没同意, 后来, 想让婆婆担保贷款, 婆婆也没同意, 他们似乎冷战了一周, 但婆婆从来不缺送花的人。 她又自动回归委曲求全的样, 不忍直视, 说放不下, 婆婆婆婆脸上无波无蓝, 递过一杯水, 来的都是客, 仅此而已。 都仅此而已了, 梁生还天天来, 持之以恒地来, 婆婆呢, 也不碾人, 送去的饭菜照吃不误, 就像上面的事从未发生过, 正在这浮想连天, 婆婆那面低, 门又响了, 我百米冲刺跑过去, 看门径, 刚进去的帅大叔出来了, 声音哽咽, 对不起, 下花, 对不起。 婆婆脸色煞白, 眼眶发红, 请你离我远一点, 离我家人远一点, 人眼可畏这么多年, 我一直与人为善, 不想再被诟病, 请你理解。 男人对着婆婆身身鞠躬, 下花, 是我对不起你。 婆婆叫得踢上来了, 门开, 男人恋恋不舍地忘了好几言, 我们这边, 我心境没来由地 咚咚乱跳好几下, 婆婆也看过来, 我躲开门径, 总觉得两人看的意义 不寻常, 婆婆没留那个人住宿, 那个人怎么就觉得 在哪见过身边 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那一刻, 心里乱七八糟的不踏实, 不踏实什么呢? 婆婆带我是极好的婚礼当天, 送了我一个手镯和一个包包, 手镯一看就很贵重, 万万没想到包包比手镯还贵, 定制款一百多万, 吓死我算了, 爱马仕的, 到现在我都不敢拎出去, 不知道是该捧着还是举着, 后来我知道婆婆手表顶, 我们一套房子钱, 而且下征的也是卖呀, 两套房子让你们戴在手腕上, 不沉嘛, 因此我才确定, 我架的是豪门, 而婆婆却没有一点豪门, 架子一梯两户, 大户型, 婆婆都买了下来, 说住一起, 又不住一起, 彼此留有空间, 这样的婆婆, 打着灯笼都难找, 我不踏实什么呢? 迷迷糊糊困意袭来, 夜幕四合中午, 磨磨蹭蹭去婆婆公司, 我公司和婆婆的公司都在开发区, 离着不远, 因为备孕, 婆婆让我每天中午过去和她一起午餐, 她说午饭是一天里最重要的这段时间, 只要来婆婆公司就能看见良生, 男人要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一个人, 还真是如来佛的手掌心, 没人能逃掉, 我很担心婆婆掉下去, 良生比婆婆, 小三岁, 人长得还好, 但我看不了她那寒情默默的眼神, 没来由地想起邪魅一词, 我保证, 那眼神绝对不正, 她中午晚上, 变着花样给婆婆做好吃的送过来, 开始婆婆拒绝, 后来会折合相应的现金给她, 当然会多出一部分中午, 刚到婆婆办公室门口, 就听见良生祈求的声音, 姐姐帮我这次, 短视频剧本都找好了, 演员合同也签了, 就差资金, 能不能先借点, 给我, 我保证双倍奉还, 我就知道, 她图婆婆的钱, 花, 我要风风光光取泥, 得先挣钱不是, 会说都不如会听的, 婆婆自己取自己, 多简单, 终于听见婆婆的声音, 良生, 认识这么久, 你应该知道, 我们没有那么熟, 虽然总是送饭送菜, 扔掉白虾, 也不想你难堪, 所以只是荡成一次次外卖, 为婆婆鼓掌, 没有见色妄意, 你想什么我知道, 你想干什么我也知道, 别再说爱我, 会脏了那个字, 我们不配, 这叫什么话, 是她不配, 还有, 别把婆婆的平易近人 当成软柿子, 好捏, 我叩门, 就驾, 闪亮登场, 良生良眼星红, 来不及擦掉眼角的泪, 我就不明白了,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大男人, 有时间跪舔, 没时间赚钱, 非要吃接来之时, 我无视她的表情, 静止走到婆婆身边, 婆婆脸色平静, 但我还是在眼角眉梢, 看见懊恼和沮丧, 对着一个吐你钱的人, 谁不沮丧, 没巴掌, 帖子, 招呼就算客气了, 我故作轻松, 咱中午吃什么, 不等婆婆回答, 良生似乎含泪抢先, 打开保温饭盒, 像受尽了委屈的小媳妇, 弄得我哭笑不得, 一脸鄙视, 婆婆牵着我来到茶几前, 坐下, 看着良生一样一样摆好饭菜, 罗送汤, 香煎牛排, 鸡翅, 薯条, 蔬菜沙拉, 意大利面, 怎么看都像是外卖, 婆婆不说, 我也装好吃, 她把牛排给婆婆切成丁插起, 放到婆婆盘里, 婆婆想扯出一丝笑容, 缓解一下, 尴尬, 笑容太沉, 终是没扯动, 她视线最后落到良生身上, 停顿一秒, 又冷漠地移开了, 下定决心地说, 以后, 别再送饭了, 我们到此为止, 良生拿叉子的手指泛白, 肉眼可见地停顿了一秒, 不吗, 让我陪在长公主身边就好, 我们叫婆婆长姐, 她叫长公主, 多么的恰当贴切啊, 绩笑在心里, 婆婆闲叉子吃面条不方便, 拿起筷子, 挑起几根, 放到嘴里, 似乎没听见她的话, 她眼寒秋波, 下花, 相信我, 给我一个杠杆, 我就能翘起地球, 三百万不凑手, 先给我五十万也成, 这咋又要拍短视频了, 婆婆皱眉说, 爱莫能助, 良生把自己滴到尘埃里, 婆婆无异于她, 但她知难不退, 如果不图钱, 也算勇气可嘉, 现在又三百万, 五十万的骗人, 都这么直接的吗, 婆婆吃完, 磨磨嘴, 拿出五百元现金, 良生, 这是今天的饭钱, 本来我可以多给你一些, 这么多天粘在我这, 虽然不是我愿意的, 毕竟也耗时, 耗力, 但我怕给你了, 某些事就成真的了, 良生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眼眶又红了, 姐姐, 我就是想疼你才送饭过来, 给什么钱呢, 是, 我是没钱, 但疼你的钱还是有的, 往后, 哪个王八蛋在说疼我, 我就开骂, 怎么一个疼字, 让他说得这么恶心呢, 婆婆明起唇, 因为不耐烦, 容色倦带, 把钱塞到他手里, 我这人, 喜欢明算账, 给你句忠告, 找一份工作, 挣点干净的钱, 下午, 我有会失陪, 我看见良生的脸红一块, 白一块, 猴姐滚动半天, 发不出声音, 别说我婆婆普通, 此时, 婆婆像凯旋的将军, 一脸明媚, 看着我说, 吃完不去活动活动, 我狗腿式的点头, 嗯嗯, 婆婆带我来到公司天台, 正午, 阳光热烈, 我顿住脚步, 这样的人, 你咋还语重心长的, 我没啥文化, 但看人的本事, 还是有的, 他就是想走捷径, 做低服小, 出卖色相, 吃看对我不管用后, 又想用投资, 贷款, 让我帮他, 我惊诧他的明察秋毫, 我不戳破, 是不想让他苟急跳墙, 光脚不怕穿鞋的, 咱是穿鞋的, 所以, 留有余地, 不要赶尽杀绝, 聪慧如他, 下午, 亲爹打电话, 让陪范, 他说, 下正晚上加班, 你婆婆有应酬, 咱俩拼桌吧, 我们家的事, 比我都清楚, 贼心不死, 正好我也有事想问他, 亲爹在一国企做副总, 按理级别不低, 不明白, 婆婆怎会不同意, 进屋, 保姆已经做好饭菜, 爸请了终点工, 每天三小时, 简单的晚饭, 打扫卫生, 洗衣服, 爸已经回来了, 见我进来, 起身走向厨房, 一婚一宿, 一周一饭, 够简单, 爸, 咱别可一棵树上吊死, 那个良生对我婆婆可好了, 就差没同居, 天天虚寒问暖, 昨天, 又上来一位, 形象气质俱佳, 而且找到了家里, 爸神色一柄, 然后, 师神半赏起身, 拿出两个杯子, 陪爸喝点, 酒在醒酒器里, 早有预谋, 喝就喝, 又不是没喝过, 我拿起杯子, 爸嘴角色笑, 不带耍酒疯的, 知我者, 父也, 心里有事, 酒也无味, 老爸不语, 失落写在脸上, 破防的最好方式就是谈婆婆, 我开启快问快答模式, 爸, 婆婆, 为什么不让夏征叫他妈, 爸免了一口酒, 他生孩子, 早, 那男生吓跑了, 夏征姥姥没办法, 就让夏征叫他长姐, 那男生一直没回来吗, 应该是没有, 此处有停顿, 爸看着我, 怎么问这个, 你不是知道吗, 为什么没再婚, 我突然问, 老爸看了一眼烟红的液体, 眉头揪到一起, 一个男人带个男孩都不好找, 何况一个女人, 那不对呀, 他不缺追求者, 夏征都这么说, 老爸不满了, 你当夏花什么人都跟, 入他法眼的少, 您呢, 为什么没被选中, 老爸喝下一大口, 民谨纯纯, 片刻才开口, 他喜欢你, 喜欢你单纯善良, 是他儿子喜欢的类型, 酒进上头, 我笑嘻嘻地, 爸, 我俩, 你俩, 老爸敲了我一下头, 想什么呢, 对你们有一丁点影响, 他都不带干的, 他被人言伤, 怕了, 别看他身边男人围绕, 骨子里传统着呢, 我无语, 原来是我耽误了老爸的姻缘, 那个量声没戏了, 倒是昨晚那个男的, 一直在和婆婆说, 对不起, 以前就认识, 爸, 我感觉他们关系不一般, 老爸瞬间捏了下去, 像气球被抽干了空气, 狠狠地弯我一眼, 你觉得只有男人有钱, 小姑娘才呼上去, 女人也是呢, 那些男人很多都奔着钱, 去得狗皮膏药, 可是昨晚那男人不像呢, 十一好好孝顺他, 人钱多风光, 人后就多悲伤, 不能提婆婆, 一说婆婆亲爸, 就最亲妈活着的时候, 都没见他这么上头, 男人, 那回家, 下征还没回来, 我他拉拖鞋, 直接扣婆婆的门, 门开, 婆婆问, 你要是呢, 我有婆婆家的钥匙, 吐了下舌头, 怕您不方便, 婆婆站下, 我险些撞上, 十一要我说多少次, 你可以随时随地 过来, 这也是你的家, 没有不方便, 橘黄的灯光照在婆婆脸上, 清晰看见几道浅浅的皱纹, 她正在洗衣服, 谁能想到, 堂堂大老板, 回家自己洗衣服收拾房间, 突然觉得婆婆挺可怜的这么多年, 一个人奋斗,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看婆婆拿衣服去, 阳台亮, 我也赶紧拿起一件, 跟在后面, 今天晚上, 那个人还会来吗, 我其实更看好她, 她叫黄玉, 研究智能的, 前年刚留学回来, 她博士后, 我高中没毕业, 有什么值得她看上, 婆婆似乎咬牙切齿, 脸色胀红, 连眼圈都是红的, 她很少表达自己的情绪, 学历差至于这情绪嘛, 为啥子嘛, 我说出的却是, 我看比梁生强, 婆婆没有搭话, 晾完衣服就站在窗前, 眼睛看着夜空, 不知道在想什么, 月光透过窗子落下, 一地银白玻璃, 折射出她微醋的眉眼, 看起来那么无助, 成功人士都应该杀伐果断, 先依怒马, 快意, 恩仇, 婆婆, 却不是她更喜欢默默做事, 淹没自己, 在角落里, 降低存在感, 而她的身份, 又常常让她成为舆论中心, 不得不站到台前, 那份坠坠, 那份纠结, 那份无助, 我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没有安全感, 虽然婆婆很有能力, 也很有钱, 但一个人一路打拼, 心里没有安全感, 也许她真的需要一个人, 雨天送散, 冷天送衣, 我真觉得黄玉很好, 不说外形, 也算事业有成, 最起码, 她眼睛里有真诚, 良生没有, 只有讨好, 生意, 我不懂, 我更愿意在感情上帮帮婆婆, 婆婆怅然地叹了口气, 如果我告诉你, 我根本不想结婚, 你信吗? 我惊恶地看着她, 不想结婚, 还有人追, 直来直去地问道, 您只想恋爱, 不想结婚, 婆婆嘴角一丝苦涩, 我从没有想恋爱, 刚生下小郑的时候, 被人指指点点, 抬不起头, 那场噩梦缠绕至今, 怕小郑性格受影响, 我就带她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那时候, 我很想找个依靠, 可是, 人家看见我带个男孩, 连岁数大的都不要我, 现在, 有钱了, 岁数小的都趋之若鹜, 很烦, 我理解她这么多年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压抑, 理解她遇到过的所有困苦与艰辛, 婆婆侧脸看我, 眼角有泪滴落, 我就想你和小郑快乐幸福, 我想起老爸的话, 对你们有一丁点影响他都不带干的父母之爱子女, 都在行动里, 婆婆是个情绪不外露的人, 开心与忧伤, 都不会表现在脸上, 偶尔我见她笑, 也只是嘴角微微扬起, 像昙花一现, 很快又消失, 今天这样的情绪更是少之又少, 我贴心地说, 今天我要和你一个床, 小郑说回来的晚, 也不管她同不同意, 我乐颠颠地跑到婆婆床上, 婆婆伸手给我盖被子的时候, 我不自觉地把头靠了过去, 母爱的温暖, 透过薄薄的衣料向我倾斜, 我闭上眼, 紧紧搂住, 婆婆身体僵了一下, 很快回应她抚摸我的脸颊, 触到了我脸上的泪水, 她坐起身, 把我揽在怀里, 想妈妈了, 初中那年, 母亲车祸去世, 我哽咽, 很久没被这样抱过了, 她默了声, 一会轻轻放开我下地, 拿出一张卡, 放到我手上, 十一以后叫妈, 这是改口费, 咱不用避讳世俗, 十九岁生小正, 我骄傲, 做你们的母亲, 我愿意, 婆婆脸上落满温暖, 像心血初纪, 爸说她骨子里是传统的, 还真是呢, 我推回卡, 妈, 不用呢, 没等我说完, 她直接放到我睡衣口袋里, 拿着我挣钱就是给你们, 说不激动是假的, 我拉过她的手, 妈, 我们大了,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婆婆再次上床, 靠在床头, 就这一室橘红, 眼里亮晶晶的, 好几次我都发现, 她看我眼睛就亮晶晶的, 婆婆喜欢儿媳, 大抵就是这样吧, 我歪头问, 妈, 这么多追你的, 就没一个相中的, 我觉得我问得够轻松, 够贴心, 但婆婆半天才欲出一口气, 缓缓说道, 当年的事让我一直后悔自责, 不管你信不信, 除了那次, 我没和男人接触过, 很排斥, 我恐怕没办法结婚了, 道德的枷锁一直架在婆婆的身上, 多年不婚, 原是一次青春期的冲动, 和经年事态炎凉下的桎梏, 让她心里创伤至今, 无法痊愈, 我无法想象婆婆, 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没被逼垮, 没有抑郁, 亦是万幸, 怪不得不爱, 笑置身苦海, 又怎么笑得出来, 我又想起亲爹的话, 人前多风光, 人后就多悲伤, 所以婆婆心里一直有这道过不去的坎, 她咬着牙, 拼命奔跑, 只因身后有个下征, 因为单身, 因为有钱, 又有那么多人, 打着恋爱的名义前来, 对于这种心境的婆婆, 真的是一种骚扰, 所以婆婆说, 我很讨厌恋爱, 尽管如此, 这么多年, 不管是谁来了不习, 走了不卑, 如此矛盾, 如此痛苦, 婆婆早已疲惫不堪可能, 最懂婆婆的是我亲爹, 但因为我是儿媳婆婆, 怕被人言, 怕在给人口时, 生生断掉, 所以明天, 我一定要预约一个心理医生, 是的, 婆婆需要两个女人, 翻来覆去睡不着, 婆婆一定不习惯床上有别人, 我们索性东拉西扯, 下半夜, 房门, 想下征看家里没人, 就来婆婆, 房间, 看见我和婆婆, 还挑灯, 夜谈, 揪起眉毛问, 两个女人, 不睡觉干什么, 一一回家, 说着就过来抱我, 妈, 你看她, 老公愣住, 怀疑世界的眼神, 你叫妈, 妈, 你看她问的, 我撒娇, 下正眼睛湿润, 好半天, 沙哑了声音, 我也叫, 再叫姐, 就差倍了, 婆婆又拿出一张卡, 嗯, 改口费, 以后都叫妈, 我强烈怀疑婆婆早有此心, 老公放下我, 把婆婆揽在胸前, 脸摸缩着她头顶, 妈, 我大了, 能保护你了, 再不用怕什么, 婆婆哭了人们口中的女强人, 在儿子怀里泣不成声, 似乎要哭尽二十六年的委屈, 与悲伤, 可这又怎是一个夜晚能成的下, 窗外, 不知何时, 下起雨来, 点点滴滴敲打着窗帘, 我没有安慰, 没钱时遭的罪, 有钱时受的苦, 就像这雨滴敲敲打打的涌来, 别怕, 婆婆, 儿子和媳妇, 就是你与天的伞, 寒冷时的一, 早上, 打开房门, 门口放了一束玫瑰, 一束百合, 婆婆脸色相当难看, 第六感告诉我是黄御送的, 只有她知道婆婆住址, 算她有心, 她是博士后, 是我见过的最高学历, 婆婆被她喜欢, 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 我弯腰捧花, 没想到婆婆先我拿起, 丢到电梯口的垃圾箱冷脸说, 想要妈给你买, 我孽如, 倒不是想要, 这不是丢了可惜吗? 也许是怕我捡回去, 婆婆竟然拿下楼, 丢到垃圾回收站, 我和夏征面面相去, 然后, 就看见黄御对着婆婆讲着什么看神态, 似乎很激动, 比比滑滑的, 我和夏征毫不犹豫的下楼, 单元门里就听见黄御说, 我错了, 知道你怀孕我吓坏了, 不敢告诉父母, 正好赶上父母工作调动, 我就跟着走了, 我以为你会把孩子打掉, 下花兜兜转转, 我未婚, 你单身, 冥冥之中上帝给我们制造了缘分, 我不想错过, 婆婆一改往日的平静, 浑身像筛子一样, 连声音都颤抖得失了声, 二十六年, 我抬不起头来, 带着小正艰难度日, 不怪你, 那时候我们太小, 所以我接受你的道歉, 认回小正, 你想都别想, 他是我下花一个人的儿子, 怪不得看黄御眉眼似曾相识, 原来他是夏征的亲生父亲, 得知我怀孕男友消失, 二十六年后, 我将儿子养大成人, 他却找上门, 我扭头看下正, 他脸色铁青, 额头青筋抱起, 是啊, 不知道亲爹的人, 现在看见了, 还是学有所成, 激动, 还是气愤, 我无法判断, 应该是都有吧, 毕竟父亲, 再不是抽象的词了, 气愤的点, 迟到这么多年, 还出现干什么, 我偷偷牵起她的手, 往回走, 装不知道最好, 事态还为明朗婆婆一肚子的怨气, 总得有地方发现她是最佳人选, 回去等待婆婆的态度, 她说不让认, 坚决不认, 我们是她最听话的孩子, 和夏征回到楼上, 从窗子看下去, 换成婆婆, 再说, 婆婆的手, 都要指到黄玉脸上了, 她一动不动, 像罚站的小学生一样, 点头哈腰, 说实话, 从没看见婆婆这么情绪失控过, 好像在哭黄玉递过纸巾, 被婆婆打掉了, 我打开手机, 百度了一下, 向当事人发泄情绪, 是否有利于走出心理阴影? 答案, 是的, 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婆婆也是有脾气的人呢, 婆婆会原谅吗? 毕竟是夏征的亲爹, 也算事业有成, 就像她说的, 未婚, 是不是上天注定的兜兜转转, 就凭打听到婆婆住址, 也算真心可见, 那我爹呢? 我进水楼台仙得月地告诉亲爹, 我和夏正不介意亲上加亲, 都什么社会了? 在意别人的眼光, 干嘛, 日子是自己的, 只要婆婆幸福, 我要让两个优秀的男人竞争一下, 这么优秀的婆婆, 值得, 我是这么分析的, 毕竟和黄玉就是青春冲动, 就算她年少无知, 可是, 婆婆这么多年心路历程, 会因为她的出现, 一段一段历历在目, 当然, 也许婆婆愿意面对, 毕竟初恋都是美好的, 和我爹呢, 虽不在一个屋檐下, 却是相知相伴了许多年, 亲爹胜算, 机会还是蛮大的, 你说呢, 婆婆继续单身, 谁都没选择, 但她告诉夏正, 你亲爹也不是无能之辈, 她很优秀, 只是对于她, 早已是遥远的梦, 没有再拾起的, 可能, 我亲爹呢, 婆婆, 还是那句话, 不想让别人议论, 亲家, 结为夫妻, 怎么听都别扭, 婆婆说, 余生就打算看孙子, 看孙女, 而孙绕夕, 就这点出息, 我郑重承诺婆婆, 您会如愿以偿的, 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丁,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